夫妻间的能量场越高,身体事业就越好。 《愣言经》上说,如爱我心,我脸如色, 以时依远,经百千节,常在缠附。 理想的夫妻是身体相合,心灵相依,灵性成就。 由性而情,由情而爱, 我们常常把世界上泛滥的欲望当作爱。 其实,不是这样的。 夫妻之间有一条能量带相连结, 两个人不论相隔多远,都有一个共同的能量场。 所以,我们才说,千里因缘一现千。 这个缘分是注定的,是三世的因果。 夫妻结合需要有身、心、灵三个因素。 佛法讲究,一体两面。 就是说一个事情,物体都是有不同的结果。 关键怎么掌握这个度? 夫妻之间的爱、恨是一体的。 这也是因缘的实质。 我们素食的因缘、情绪、甚至家族的业力,都在其中传递。 家庭的运气,是夫妻能量场的结果。 这个能量场有可能是负面的,是苦恼的。 主要是看两个人之间三生的恩怨事是怎样纠结的。 夫妻之间的缘分也有,债来牵扯。 所谓无缘不来,无债不拒。 正能量的夫妻三观相合。 爱和感恩可以解除夫妻之间所有的负面能量。 爱必须始于爱。 唯有爱,能疗愈彼此的心。 家和万事心。 内心宁静夫妻的能量等级就越高,身体和事业才会越来越好。 能量场越纯净,就越能吸引到更好的东西。 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一。 夫妻,包容越多,幸福越多。 娑婆世界,人生很少是圆满的。 许多家庭最大的问题,不是在试着寻求共同点,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而是在争谁对谁错,总是以为指责和争吵能解决问题。 他们忘记了,家是讲爱的出所,不是讲理的市场。 如果把家庭当作法庭,那还需要床干什么呢? 其实很多时候,夫妻之间并不是真的生气, 而是因为失望和担心,是感觉自己没有被足够重视, 就是缺乏安全感和觉得爱被忽视了的缘故。 以感恩得心海,旧债,不要怨天怨地。 如果夫妻之间是恶缘相合,因为还没有骁龙前世的果缘, 就要扪心自问,不然把今生的苦因又加上去, 只会把日子过得更糟,要把体谅、感恩、包容、宽恕、欣赏。 还债的心加倍返还,把这份溺缘变成顺缘。 把恶果变为善果,幸福会加倍相送。 人因缘而聚,因情而暖,因息而爱。 想一想,是谁看穿了你微笑后的忧伤, 是谁记得你当年最深情的面孔, 是谁懂得你坚持挺拔背后的坚韧, 是谁明白你发怒底下的爱意。 是他,是他相遇时多珍惜, 相别时请善待, 必是注定的人,才来与你相遇。 今生相遇相爱,注定是前世的因缘。 十年修得同传度,百年修得共枕年。 两个人成为夫妻, 佛学上讲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, 种种愿力业力。 经过几生几世之后, 不管时空变换, 不论贫富俊仇, 还是会发生, 或是前世的誓愿, 今生偿还, 或是感恩保恩, 甘愿侍奉。 因为愿力, 轮回中再次相遇, 彼此的灵魂认出了对方, 常常有一件钟情的冲动, 因为觉得似曾相识, 一切有违法, 尽是因缘和和。 在注定的因缘寄予里, 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别无选择, 所有发生的, 都是应该发生的, 都是因缘俱足。 前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, 今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天的恩赐, 夫妻是缘, 无缘不惧, 能够结为夫妻, 是三世的因缘注定的, 是了缘来的, 善待彼此, 千万不要就业未了, 又挺心意, 别再抱怨, 你要付出更大的爱去爱对方, 你要明一切有缘众生, 都是来了缘的, 菩萨的慈悲心, 不单单是对其他众生, 更是对离你最近的人, 一生都要彼此善待, 让身边的人开心了, 亲密关系顺畅了, 你就是在做佛事了, 夫妻是最深的修行, 加是最好的道场, 成为夫妻, 是要透过你来解决累世的纠缠,